IG不是现在战绩很好吗 应该是竞技游赛有问题 谁给你说的 但是竞技游赛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应该是竞技游赛 不是他竞技游赛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稳 不难的 要决世界赛不难的 首先我们五万比赛 是爆的没上都要赢下的人 感觉除了季后赛就是世界赛 那也是哈 你要这么聊 真的假的 不应该是他们 你开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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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其实感觉应该一直都挺开朗 至于为什么开朗你心里没数吗 回到IG就感觉像回到家一样的 上一次我在IG对战 淘宝已经四年想 还特意整了个记录片给 重动之重啊 这可是 确实还特意整了个视频 对啊 为啥啊 也不是什么节日啊 焦点战 相对的焦点战 要学习 呃 热炎十六级了 老婆热炎好像很猛 热炎这把吗 对 这把很猛 然后有两百两千很猛 不 锐儿五杀你见过没有 锐儿五杀我觉得真的很难啊 锐儿五杀 我第一次见兄弟 锐儿五杀 为什么Wink没有一句台词带在C位啊 每一场都没之前打 对啊 那锐儿五杀都不过呀 Wink 能不能给我Wink哥几句装逼的台词啊 那 那就不得不带锐别人打Wink 状态 锐儿 Wink 状态 反正Wink很适合说那种装逼的台词啊 会打成什么样子哦 我不确定 不是还真给拍了个对什么哥们 会打成什么样子我不确定 不是他这个 他这个 他这个特意给拍了个这个就是视频 乐言的话 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 你会找机会的一个打野 我觉得杰克拉伍 我觉得杰克拉伍 不知道为什么乐言说什么话都很好笑啊 伟大无需多演 我操 太顶级了 可以可以这个片子做的挺好 我觉得 我觉得杰克拉伍 伟大无需多演 给导演发奖金啊 我操 给导演发200块红帽 要我说导演 加低腿 导演加低腿 可以 在无聊的比赛之中 增添了一点 有意思的 我把个乐言说一声 你怎么想的说这话 伟大无需多演 感觉乐言是确实能说这种 他应该他应该后面再加一个 你永远是我的好哥哥 你怎么看什么 你怎么做超红帽 哈哈哈哈哈哈 蛤 我操 他不是阵容 全明星啊感觉是 在看全明星吗 所以要我说 要我说 要我说 可以辞职 让我去做 蛤 为啥 那搞 搞 搞他应该 没我搞的名为吧 下路 那别人要有分寸的 那要什么分寸 伟大无需多演都说出来的 你后面不能加一句 你永远是我的好哥哥呀 后面那句 说实话我不太get到 搞笑的地方 那前面那句是蛮好笑的 就是在那个情景下